昆林 昆林和天王周杰倫在2015年結婚後育有一對子女 今年1月宣布迎接第三胎的好消息 讓粉絲又驚又喜 雖然天王嫂在懷孕消息曝光後就低調養胎 不過最近傳出昆林再度登上Hollywood 參與演出大片《靈魂追殺令》 這也是他演出The Rock 這也是他演出The Rock的動作片 《摩天大牢》後第三部演出的好萊塢電影 對此讓懷孕和出演好萊塢片 成為昆林相關聯的關鍵字 劇外媒報導《靈魂追殺令》 由動作巨星布魯斯威力 歌喉戰3女星安迪阿洛等人主演 劇情講出一名女特種兵為了追捕殺害丈夫的兇手 在退役後加入了一項無人機作戰實驗 原來這項技術卻遭到偷竊 反而成為被獵捕的對象 雖然電影官方並未曝光昆林參演的消息 但從IMDB演員表得知 昆林將在片中飾演一名女特工 消息曝光後不少網友都認為 昆林詮釋女特工必定有大量的動作性 因此推測昆林可能邂逅後才進主拍攝 不過報導中卻透露 其實該片去年6月就已開拍 由此推散電影應該已經殺青 只是日前才公開昆林演出的消息 天王周杰倫和昆林在2015年結婚後 經常在社交平台大放閃光 前天適逢結婚7周年紀念日 周董還特地發文慶祝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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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 而隔天剛好就是他的生日 除了本人親自PO出慶生Party的影片外 艾希昆琳也在IG上散出靠在老公身上的合照 开心说道 Happy Birthday我的依靠 恩爱举动散下一票网友 没想到今天还有更闪的消息 那就是昆琳被爆已怀孕两三个月了 媒体报道有网友爆料 听到昆琳亲姐姐在跟友人聊天时 透露妹妹已怀孕近两三个月的喜讯 让一票粉丝又惊又喜 而周董的经纪公司杰威尔回应 还在联络周董本人 昆琳经纪人则表示 由于夫妻俩日前才甜蜜共性结婚周年纪念 因此暂时联系不到昆琳 不过双方都没有否认或承认怀孕仪仕 网友也翻出昆琳日前的合照中 身材真的变得比以往风雨 也让粉丝开心敲碗三宝的到来 稍晚周董也发文证实 原本想说出生了再来公布 看来是防守不住 这最美好的礼物又押韵哦 而昆琳随即也在IG报喜 No.5 Coming Soon 两人目前育有6岁女儿Hesway 和3岁儿子Romeo 如今又将迎接胡宝宝的来临 恭喜周董想设个乐团的心愿 又迈进一大步了